9月5号到6号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召开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 这次峰会的主题呢本应该是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 但是因为就目前的叙利亚危机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互不买账 国际社会也因此分成了两派 而首次亮相G20峰会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毫无悬念的选择支持普京 9月5号奥巴马抵达G20主办的圣彼得堡的康斯坦丁宫 与普京握手后就转身离开了 英国《卫报》透露 根据原先安排 普京与奥巴马在峰会会场的座位中间仅隔一个人 但开会时经临时调整 他们中间隔了5名领导人 普京设晚宴招待宾客 奥巴马足足迟到了半个小时 白宫还宣布 奥巴马与普京不会在峰会的间隙举行双边正式会谈 相反 首次参加G20峰会的习近平 不仅与普京会见了两次 中俄还签署了天然气东线管道框架协定 媒体认为 在圣彼得堡G20峰会上 奥巴马寻求世界各国领导人 对武力打击叙利亚的进一步支持 是他的主要目的 参加会议国也因此分成了两派 美国的支持者将包括 法国 英国 土耳其 沙特 日本等 俄国 中国 巴西和墨西哥则相反 英国路透社指出 普京坚决反对对叙利亚动物 这是美俄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 习近平在6号与奥巴马的会晤中 奉劝奥巴马对叙动物要三思而行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6号发表社评文章说 美国计划绕开联合国 军事打击叙利亚 而且选在G20峰会前炒热这个计划 是向世界炫耀它主宰国际政治的所谓肌肉 文章展成俄罗斯阻止美国 并号召新兴国家声援俄罗斯 旅美政论家武凡认为 世界秩序也需要有人维护 没有人管会更乱 参加G20会议的澳大利亚世界展望会 执行长蒂姆·卡斯楚说 叙利亚的200万难民 100万儿童 10万人死亡是世界最重要的问题 因此讨论叙利亚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豪透露 美国已经就对虚动物问题联系过上百个国家 31个国家和组织已经公开或私下表态 认同是叙利亚政府实施了化学武器攻击 34个国家和组织表明 如果上述情况属实 他们将支持对叙利亚采取行动 克里还表示 目前愿意参战或协助的国家可能在10个左右 一些阿盟国家还愿意承担费用 澳大利亚外长布卡6号宣布 澳洲情报机构已独立证实 叙利亚政府军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 因此澳洲将支持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 在国内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在国际上跟俄国靠得越来越近 试图对抗美国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错误的选择 其实全球的经济的重心 现在又在往美国回归 往西方国家回归 这种情况下中国非常被动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选择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 只能使他们在世界上更孤立 再加上中国目前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征兆 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是雪上加霜 有些人来说 这个是很大